刚刚从殡仪馆回来,得知了一个痛心的消息 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 现在心情十分难以平复 就是我表哥突然的离世了 家里人都猝不及防 他在前面那边开了一家小店 生意不温不火的坐着 没赚什么钱,反大还亏了不少钱 主要是受朋友的蛊惑 然后才导致他到这种局面 不过也是他家有自取吧 看看大家都很忙碌啊 街道上面人来人往的 他死在了自己的出租屋里面 走的时候旁边还有一瓶药 当时还是破门而入的 一个人在出租屋里面 老婆孩子都在乡下 请了员工 因为孩子刚刚没多久 一岁半的样子 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在农村呢 有时间可以去照顾他 他一个人在这里打拼 非常的不容易 看到没有 街边呢很多店铺啊 生意都非常好 他做的是一家奶茶店 投资不大 大概六十万吧 加盟费去了十五万 房租花了差不多十五万 三十万是那种设备和有什么什么 每天的什么费用 反正搞不懂吧 六十万块钱 以前我以为奶茶店只需要二三十万就搞定了 没想到居然六十万 他感觉当时还很吃力 借了不少钱了 年前的时候 去年二年二三年的时候 上半年还在上班呢 后面创业潮出现了 他就开始跟风了 那这边的店铺卖水果的也有 然后这边呢 是不是 什么都有 大家都很忙碌啊 然后呢 他当时呢 为了方便还特意买了一辆电动车 花了九千多块钱 主要是为了去他的出租屋里面比较方便 现在买电动车人有很多 都明智了 一个是环保 第二个省油 第三个还省钱呢 看这边也很多 这边卖各种小吃的啊 然后表哥呢 那个时候还做IT行业的 因为公司的一个绩效不好 所以他就被迫选择离职了 不是被公司裁员的 而是自己离职的 主要是呢 只有一个底薪 完全维持不了开支 刚生小孩开支比较大 经常要去医院呢 然后看看检查呀 怎么之类的 各种费用也吃不消 所以他就开始开店创业了 找爸妈借了30万 自己手上有个20万 在网上又借了10万 最后好不能把店开起来 没想到啊 这生意啊 没做下去 后面呢 不甘心电子还没旁出去 到网上呢 拿手上的钱 就开始拆东墙补西墙 到网上结束了一个什么游戏 也是朋友带的 说什么一天能赚个 两百三百补贴家用 一个月万百块钱 高的话八百块钱 少的话七八千 刚开始确实让他藏到甜头 赚了个两千多块钱左右就 没了 后面越晚越大 后来才知道那种游戏 像赌博一样的 他每天浑浑饿的过着下午没什么人的时候叫他玩玩玩玩 最后越玩越大几万块钱就这样没了 然后 一直玩玩玩又借了很多钱全部送到里面去了 我估计他是在网上网络赌博游戏收要的钱了 都比他现在生活中开店弄开销更大点 他在自己出租屋里面吃了药什么的 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走了 因为自己贪心 因为自己闲得无聊 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都是因为闲得淡疼 闲得无聊才会做出这样的后果 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吧 天上不会掉馅饼 你想赚别人的钱 他想要你的本金 黄黄套 你根本就接不住的 朋友们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